我第一次接触冰球是在我五岁的时候 那天我爸爸妈妈带我去冰场练习花样滑冰 有一群男孩子在哪里追着球跑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苦 之后我就一直连着家人说要打冰球 当时在北京打冰球的女孩子特别少 所以女孩只能和男孩子一起训练 上了校长能不能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所以你必须要按照男孩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我叫竹俊飞 今年17岁是一名冰球运动员 其实最开始练球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一项运动挺好玩的 挺酷的也没有想到特别多 直到2015年北京深冬奥成功 身边的所有人就开始期待我能够参加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 在我初中的时候为了能继续打球只能出国 因为那个时候北京没有女队过了12岁因为男孩子开始冲撞了 女孩子就不能和男孩子一起打球了 当时我就面与一个无求可担的问题 国外的力气冰球水平真的很高 出了国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感觉跟不上 原本自己那组该上场的时候 教练可能有时候就直接把我连过去了 跳过我们这个组然后换其他的组 当时真的有想过放弃 讲到自己之前付出了这么多 包括身边所有的家人亲人和朋友被我付出的努力 我觉得我不能因为这点小挫折就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望 五点多起床 五点七点上小课 十八点继续再去上学 只有靠自己的实力和努力 才能让教练没法忽略你 慢慢慢慢打上主力 很定期希望能够站在家门口代表我的国家去参加奥运会 这绝对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高光的时刻 等待国家的召唤 等待国家的召唤 只要国家希望我 我就一定拼尽旋丽